2019中下旬发生了肺炎疫情 到现在我就怕会有这一天的发生 2020的今年走到了8月份 你到现在看到疫情还在全球扩散 果然有国家快要倒下 快要撑不住了 教会老师来请上来 拿着这国家 我刚刚带到了新鲜市场国家 先看土耳其 土耳其的货币里拉 贬到了历史新低在这 阿根廷它是个国家 不是单一个人 不是一个公司 这个国家竟然跟三大债权人 讨论一下进行债务重组 如果债权人不给他债务重组 阿根廷国家会破产 多可怕 你看货币也扁到新低了 它是BISO还有巴西 巴西连久降息之后 不排除再降 什么国家要降息 资金要扩大 就是因为经济很叉叉的不得了 才让这个货币很多 让它低利率度过难关 结果巴西的货币也扁到新低 因此问一下 因为现在连估计货币基金都输了 新市场国家恐怕爆发债务危机 因此老师问一下 这三个国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刚刚我们点名的 这三个国家当中 其实有两个是在拉丁美洲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拉丁美洲 这一次会受创这么严重 我想第一个原因就是 它的疫情防控实在是蛮糟糕的 对 那你看巴西的确诊数其实到目前一直已经快要三百万了 那阿根廷跟土耳其也都超过二十几万 他们到底有没有在防疫啊 你看巴西总统那个 那个怒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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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了 对啊 所以他面对镜头 他自己都不戴口罩 所以你就可以预期说这样子的国家 其实你说他要把疫情控制下来 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那你说如果自己疫情做得不好 我想还不会伤得这么严重 另一个我想很要命的地方 就是他的经济体质本身就不是很好 其实你看他这三个国家 2019年的经济成长率 阿根廷是-2.2 那现在另外两个国家 其实大概就是0到1这样子的水准而已 换句话说在疫情之前 这些国家的GDP经济成长率早就是比较差的了 对 没错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想几个原因 第一个其实这几个国家 他的政经情势本来就不是很稳定 尤其他的政局 其实常常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 那第二个其实蛮有趣的 这几个国家有三高问题 高通膨 高外债 然后高失业 所以这三个综合在一起的话 你本身国内的经济市场 本来就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 那再加上外汇存底 这三个国家外汇存底 本来就你跟哈欠的外债来比的话 你要拿来还债的话 真的很吃紧 国本都花掉了 可能还还不了债 对 那现在变成说 面对这么糟糕的状态 当然政府都会想要振兴 提示出很多振兴措施 那政府要振兴 要有钱 可是说实话 这三个国家本身 政府已经没钱了 那你没钱 你就只好再借 那再借的话 就变成你的负债的问题会更严重 所以我们现在遇过的话 他这个这三个国家的负债 占GDP的比率 我们遇过到年底 土耳其跟阿根廷 可能会超过他GDP百分之一百 也就是这两个国家 我一整年也才赚一百 可是我的债务超过一百 那还不了钱了呀 没错 那巴西好一点点 但是也快八成了 太高了 对 其实你看他这个债务比率 真的是太高 所以也难怪IMF会提出 这样子的事情 对 那你说这样子的风险 我们现在需不需要很紧张 那我想还好前两天 传出一个好消息 他跟他的这几个国际债权人 达成了债务重组的协议 那我们判断 其实其他国家 应该也有机会去跟进 去跟他的债权人来取的这个协议 如果债权人愿意跟你 协商你的债权问题 债务晚一点点还或展颜 他这个国家就可以渡过难关了 没错 那第二个是像是IMF G20这些国际组织 理论上应该会适时的提出援助 为什么 避免风暴波及全球经济 现在全球经济已经很差了 我不相信说这些国际组织 会放任这些国家的违约风险 一直提高 让他的债务爆海来 所以我想基于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我们可以密切观察他们的风险 但是我想还不至于太紧张 现在还能够控制住就对了 对 好 那回过头来 我们当然关心我们自己亚洲市场 那亚洲新兴市场的话 整体上来看的话 我们的疫情控制 其实相对上来讲 我觉得比这几个国家都要好 好太多了 尤其台湾 没错 那所以你看他的 我们这些新兴市场的经济衰退的幅度 其实也都要小很多 那我们也可以预期说 现在依照各个国际机构 来看明年的经济成长率的话 其实甚至都呈现一个V型的 复苏的力道 所以其实我觉得 明年的复苏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这样老师 我这边插播一件事情 因为台湾是亚洲国家当中 亚洲四小楼 甚至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 全部来看 爱门府还把29个先进国家列起来 我们GDP是第一名的 是正成长 所以如果以金融延续月来看 今年2020跟明年的2021 我们的GDP保持正成长 应该是确定的吧 我觉得蛮高的几率 真的 可以达到2以上吗 这个不好说 不好说 现在大家都在评估 但是0以上1以上 大概这都是基本水准了嘛 好太好了 至少我们没有那么差了 接下来各国政府的动作 我想各国政府其实也都想要 把他的经济拉回正常的轨道 所以不管是你透过一些财政的支出 透过一些基础建设把他砸钱进去 或者是宽松货币政策 其实东协国家其实做了很多 就是他的央行不停的把流动性 把它释放出来 其实这些措施 我觉得都有助于让整个亚洲市场 恢复稳定 经济稳下 对 那我觉得现在一个最大的变数 其实就是第二波疫情 各国的第二波疫情 会对于这些新兴市场的表现 会有什么样的冲击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 我们必须要观察的重点 那当然新兴市场的范围很大 我想我接下来我就挑几个 跟我们台湾可能比较经贸往来 比较密切的几个国家 来跟大家说明 那我想分成几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我想越南 太重要了 对 越南防疫模范生 而且你知道他签了那个贸易协定 十几二十个贸易协定 这好几个协定 我们台湾都签不到的 对 OK 没错 那越南的经济的发展模式 其实跟台湾有一点类似 其实它是制造业 然后透过制造产品出口 所以瑞涵您刚刚提到 他签了非常多的自由贸易协定 那透过这样子的模式 去发展他的经济 所以在这一波疫情底下 通常按照这种模式成长的国家 受伤相对比较轻 因为你制造业还是可以持续在生产 对啊 暑机也是要买 对 而且平板更要买 要上课远距啊 没错 所以你看他这是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预估 你看各国其实都很糟 唯独他今年还可以维持四点一 这个真的是很不简单的水準 那明年预估他就回到他之前 其实越南之前几年的经济成长率 大概也就是6.8到7之间 这样子的水准 他过去十年大概的GDP的成长 都是保值在5到6之间 对 而且他的货币 其实大概还算稳定 对 稍微扁一点 但是他的货币市场 相对上来讲 你看整个亚币其实是走弱 但是他大概就维持一个稳定的空间在 台湾帮我们下个结论 台湾的话我想今年的 这是亚洲开发银行的预估 0.8 那我想国内的研究机构 应该会有不一样的预估 我们比较高啦 对 OK 真的 那明年的话我想 就看其实这个明年 真的就看疫情怎么走了 对 那疫情走得好的话 其实我甚至个人觉得 可能还不止这样子 因为今年的基期太低了 对啊 对啊 所以如果我们把二次疫情 现在大家都会怕是激情远远 大家真的防疫新生活要做好 知道吗 对这个呢 老师刚刚有讲 教委老师说 如果我们控制的 这个也许更高 好 教委老师 我要个答案就好 因为新市场国家刚刚看到 像巴西啦土耳其 那些的问题啊 更体都已经出现了嘛 那以您的研判 短时间并不会扩散到 亚洲或全世界对不对 对 应该还不至于 因为MF会怕嘛 大家都怕 OK OK 谢谢教委老师 谢谢您请回座 谢谢 讲到这个 当然我们就要继续观察了 因为新市场国家 其实范围还蛮广的 亚洲是其中之一 感谢教委老师 因为大家都会怕 如果全球金融风暴 那谁受得了啊 有病毒还有风暴 谁熬得住呢 短时间应该是不会的 但这个呢 铁定会 而且已经发生 成功大哥来请上来 中美金砸了35亿元 成为红杰科的最大股东 听说呢 向重爱的就是淡化夹 什么叫淡化夹 为什么中美金要做这个动作 好 基本上淡化夹 就是第三代的半导体材料 有淡化夹 有碳化系 那第二代是什么呢 就是生化夹 我们最常听到的生化夹 就是说你常听什么 纹帽 红杰科 生化夹 它大部分是用在PA功率放大器 所以红杰科 纹帽 他们本来就会做这个东西 那他们也想往第三代迈进 第三代就是淡化夹 难怪您说 这等同于是一个半导体的先进制潮 对对对 他就往下一个次代迈进 但是我要往下一个次代迈进 是我这样想 但是我有那个实力 我有那个能力 对 所以我找我的上游 中美金 因为中美金是提供晶片的 对吧 我跟他合作 是不是我们更有机会 把这个饼做大 当然 所以今天中美金跟红杰科 这强强的结合 我觉得对两个都好 所以他们两个将会是一加一大于二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再来就是说红杰科本来在规模上 就输这个稳貌很多 稳貌 譬如说一个月可能投片量四点五万片 那红杰科大概只有他的三分之一 那我中美金进来以后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更多的资金 可以再扩长 所以这个对未来也有帮助 所以你看中美金参与红杰科的师募 四万五千张 那价格七七点七 这个地方我要稍微讲一下 一般来讲师募的价格 师募是这样 我进去以后三年不能卖 所以我是不是价格应该比市价稍微低一点 大概低个两成 所以七七点七是这样算出来 市价现在大概一百块 所以我大概是这个价格 红杰科现在大概一百块 打个大概七折 七八折 大概就这个价位 然后那持股就可以耀升到22.5 就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所以中美金日后将会是红杰科 在经营权当中有主导能力 有主导能力 甚至他说不排除持续的在加 那我们就讲就是说这个氮化加 氮化加是未来的商机庞大 因为我们都知道5G就是高速高频 而且会有高热 所以你的材料要能够抵抗这些东西 那氮化加经过实验室的一个评估 它是最好 所以未来的发展潜力很大 包括5G电动车 现在你已经看到有氮化加的充电器 你会发现那个小小充电器 上面写个氮化加 就是它可以一下子 让你的这个手机很快就充保电 所以速度非常快 而且这个体积比较小 所以它也能够带动效能大大拉高 对对对 快充上面也可以用到蛮多的 就是现在 那我们来看这几家公司 譬如说红杰科来讲 今天的收盤价98.5 那我们说 它今天有一点开高走低 因为整个盘式的影响了 不然他今天一开盘 大概在半根停板 那中美金大概也是这样子 中美金跟红杰科 今天的开盘都不错 但是尾盘压下来 是被大盘所影响 那我们就说 他们结合这个实力是大增的 包括红杰科 因为我背后有一个 等于这个妈妈很有钱 所以未来这个我可以扩厂 那中美金呢 他也透过红杰科等于就跨入到淡化家这样子的一个领域 因为他过去来讲是细晶圆大厂 那细晶圆要到淡化家 我这中间还有一步要跨 那我结盟以后有这样子的机会 那目前来讲除了这两家以外 在市场上已经做得不错是加金 加金他做累金 累金之前 比如说他以前在做细晶圆的累金 那现在也进步到淡化家 碳化系他都有布局 所以速度很快 那股价最近来讲都在整理 那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从加金到红杰科三档 可以快速扫过一遍 操作部分顶一下 其实基本上这三档公司的股价 最近来讲都是横向整理 那我们都知道电子股最近来讲 能够横向整理的很少 因为大概都补涨了 大概都补涨了 所以这些股票大家可以稍微留意 所以我就区间座 来到这买来到这边卖 好中美金 中美金 中美金基本上来讲 他的位阶还反而比较低 请问这个底级算是出来了吗 看样子还有待整理 因为毕竟来讲 我觉得还要整理一下 而且他目前来讲 他这个布局也需要时间来发现 需要整理 红杰科 红杰科 好红杰科也是一样 较好反而不较做 怎么说 大家都说5G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感觉上 他的股价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强 感觉上PA功率放大器 除了红杰科 或者你看3105的文貌 感觉上就稍微弱一点 没有那么的强劲 所以可能还要再整理一下 所以我们就先当事件的观察 对对 产业未来的发展 操作股票其实还有更优的 就不照进了 对没错 好谢谢陈龙大哥 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的这个整理的消息 应该是说 入股成为最大股东的 中美金和红杰科 最大消息先帮您追 其实还有包括了 你知道吗 像包括这个碳化加等等 很多都是重要的半导体 太阳能 细晶圆的重要的材料 所以高通5G晶片的热卖 台积电跟着忘得不得了 为什么 还有内资股 如果内资是当家的话 内资股怎么挑呢 陈龙大哥教会您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